如果和喜欢的人发微信,他一直不回复你 如果和喜欢的人发微信,他一直不回复你,该怎么办? 每次在开始聊天前,你都会小心翼翼地编辑好一段话发过去 然后开始漫长地等待 你怕错过手机里的信息,不管去哪里都要把手机带着 还把铃声调至最大,务实地拿出来看看 等呀等,还是没等来你想要的信息 你甚至怀疑地看看手机,是不是网络不好,还是手机没电了 你安慰自己说,或许他是在工作没看到,没关系的再等等 如果看到一定会回我的 只是你这样卑微讨好的心,却没有换来他同样的爱 你的一颗真心就这样被他践踏 直到你看到他在共同好友朋友圈下点赞 你才明白,不是他没看到,只是他看到了却不愿回 他不回微信没什么别的原因,只是没那么在意你而已 你其实什么都明白,但就是说服不了自己,才宁愿骗自己 喜欢你的人不会让你空等待 他会给你想要的安全感,会顾举你内心的感受,会珍惜你对他的爱 原来至始至终都是你一个人的独角戏 有位网友分享了他的故事 我曾经发了句晚安给他 一晚上醒来几次,看手机信息就是那种可怕的朦朦胧胧的意识 梦里都梦到他好像回了我信息,然后一时带我从梦境里挣扎出来去翻看手机 这大概就是思念深入骨水,就连梦境都不愿意放过 看完后不尽心酸是有多深爱,才会梦里梦外都是你的声音 一句晚安想换来屏幕另一头的一句晚安或者早点睡 而就连这点微小的愿望都变得奢侈 原来不爱的人,不管你多用心都是物不热的 他只会在想到你时才联系你 而不需要你时,他可能正在撩其他女孩 只要他对你有那么一丁点的爱 他不会舍得你困在这里的梦境出不来 如果和喜欢的人发微信 他一直不回复你,就不要再等了 也别陷在自己吃的梦里出不来 早点放手,早点解脱 不回复就把它删掉 不要再给他自己卑微的借口 不要再让自己陷入可怜的梦境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爱是一个存责,而失望是取款人 当每次经历一次次的失望时 就好比取款人从责里取走一部分钱 而存责里便慢慢变少 迟早有那么一天 在不知不觉中,账户中提空了 也就消互了 当你攒够了失望就会离开 当爱变成失望,这份爱就会消失 如果爱得不到回应 那么就挥一挥手 以后桥归桥,路归路,各不相干 真心要留给爱你的那个人 发微信要发给那个会给你秒回的人 爱要留给对的那个人 别在意相情愿 别再深情错付 放了他,也放了自己 这样才能等到那个同样在意你的人 我相信退一步海或天空 当你挥别那个错的人 转身遇到的一定就是真爱